這條數有個學生不懂得做下去 其實是很慘的,因為設定的顏色是正確的 代入也正確的 但計算不到AB 這一課其實就是Variation變份的課 變份的課通常我們用K1K2 來做Variation Constant變份常數 但我不喜歡用K1K2 為甚麼呢?AB寫的時候可以寫快很多 不用寫一字和二字 K1K1K2K2 事不宜遲,開始試試做下去 其實這條是一個聯立方程 Simutaneous Equations 有兩個Annunce 你亦可以按機器,如果懂得入公式 第一條式 就會乘回1.6 去做個4給我 為甚麼呢?如果你按機器 其實4除2.5 會出到1.6 學同學就不太明白為甚麼要乘1.6 因為這條式 如果兩條算式相減 我們可以約好 唯一一個做法 就是強行做到這裡是4A 不是強行的 你這個乘1.6 那你就會出到4A OK 然後2.5的二次 你可以按機 乘1.6 你就會出到一個很漂亮的整數 10B 而最後 57.5 你再乘1.6 你就會出到92 12 現在兩條式相減 你就會很容易 剩下6B 就等於36 那B就等於6 記住 兩條式是相減 OK 好 然後 怎樣做A 很簡單 將這條式 B 是6 代入 其中一個位置 我代入這裡 最簡單 因為整數 而且數字較小 所以得到4A 反代之後 就是加60 就等於92 4A 就等於32 A 8 計完A 計完B 收工 那個 大C 就是等於8T 加6T二次 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條題目 希望幫到大家 如何做聯絡方程 一些少數 麻煩一點的數字 OK